嗨,大家好,我是跟你们分享知识和好物的大表姐 今天呢,接到一个非常沉痛的电话 我听了心情是很不好的 一个同学给我打电话 说我之前高中的母校 就在这五月份,短时间内 发生了三连跳,都是高中生 大家知道,马上就要面临高考了 很多高中生啊,他那个心理问题 一旦家长不关注的话,就容易走这种极端 三连跳呀 这听了真的太痛心了 然后,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地看这个视频 我们一起反思一下 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 还有我们的这个孩子的心理这一方面的 因为这个往小了说 它是事关到我们每个家庭 我们每个孩子的身心健康 往大了说 它真的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因为教育这个东西 它毕竟是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 一代人,他的观念不同 他会影响一代人,甚至影响下一代人 我就跟我同学在探讨 我说我们那个时候啊 一样就是上学是需要非常努力的 而且我们那时候出路比现在还要少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是高考考不上大学 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所以我们那一代人呢 上学压力也是很大的 内卷也是非常厉害的 我说但是你说我们那整个学校 当时没有一个走极端的 是吧 好像在我们那个时代 就很少有说 孩子因为说考试升学的压力 或者说是老师批评了一句 或者是跟同学发生了一点不愉快 就跳楼的 这种事情就没有听说过 但是反观现在时不时的新闻上就看到 然后现在他竟然发展到了 就是我自己读过的这个中学母校这里 而且三连跳 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然后我同学说呢 因为那个学校也有咱们认识的同学 在里头任教 还有我们熟悉的老师 那老师们现在是什么心态呢 就说我呢 本着一个做老师的这种责任和良知 我能教的 我全都教给孩子 但是你说让我对孩子进行多么严格的管理 那不可能 对于人家的孩子 我们绝不批评一句 就现在的教育已经发展到这种情况了 就是老师不敢管了 老师不敢有责任心了 不敢对学生有任何的批评了 不然的话是吧 你架不住哪天就有孩子走极端了呀 到时候就倒追老师的责任 倒追学校的责任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 说白了 你的孩子在学校 他的成绩好不好 或者说 你的孩子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前途 这个呢 对人家老师来说 是不影响老师的工作的是吧 但是相反 老师如果管你管得严了 哪天批评了一句 你要是说走极端了 最后来问责的时候就可能会去回忆呀 去追溯啊 说某个老师他有点严厉 某一天他让这个孩子罚战了 或者说某一天他给这个孩子体罚了 到时候这个老师呢 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 很多老师就是我多一试 不如少一试 反正只要我每天按时上班打卡 我按照这个学校的规定 把这个书本上知识 我照本宣科 我交给你了 我也就完成任务了 反正我有编制 像我们那个学校 它都是公办学校是吧 公办学校的老师 都是经过严格选拔 人家也有编制 人家也有他的一个饭碗 那我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因为我管了吧 是吧 家长不高兴 学生也不高兴 就是那这样的情况 这个就很严重了 我跟我同学探讨就说 那这样的真的是对我们的 整个国家的发展 民族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那反过来讲 有些人就说 国家民族这显得太宏大了 国家民族发展不好 关我什么事 就是你要知道 我们每个人他都不是说 独立生存于一个环境中的 是吧 国家民族是大环境 跟我们每一个人 当然是息息相关了 就像现在 这个教育成这个样子 老师不敢管了 你说是不是最后 又反馈到我们每个人 每个家庭的身上 你就会觉得 哇 这孩子的教育真的出了问题 很多家长又开始抱怨了 说你看 现在老师没有责任心 根本就不管 孩子学习好不好 人家不敢管 人家也不屑于管你 对不对 就说了嘛 管多了 你还找茬呢 是不是 人不管你 你学不好 你自己上课外报培训班 这样呢 反而又加剧了 每个家庭的负担 而且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就是 跳楼的这种事件 越来越多 越不管 学校越宽松的情况下 那你孩子跳楼 还更多了呢 既然老师 不再给孩子压力了 是吧 反正我不管了 自然有学习好的嘛 是吧 你说我的 这个学校的 这个成绩 绩效 那自然有一部分 孩子天赋就很好 老师 就 给那个精力 多用在那些孩子身上 人家也有考的好的 是吧 那对于你这个 中不溜的 或者是需要严格一点的 人家不严格了 你就自生自灭吧 因为不敢管呢 是不是 那这整个大环境 其实它对我们每一个人 也是没有好处的 就 就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们呢 一代人就不会有这种跳楼 而现在这一代人就要跳楼 你必须得反思一下 是整个这个环境 包括这个家庭 包括家长 都应该反思 而不应该说 一跳楼就说 哎 这是整个教育环境的问题 这是整个社会太卷了 这是老师的问题 对吧 刚才都说了 老师已经不敢管了 那是不是有些问题 你得倒推到家长身上呢 就是学生已经不怕老师了 老师不需要你惧怕了 我既不体罚你 我也不批评你 对吧 你爱咋咋地了 因为我管了 可能影响我的饭碗 那你怕的是谁 那你为什么要跳楼 你是不是怕的是家长 因为你家长 是不是给了你孩子 太大的压力 或者是太多的溺爱 我有一个江苏的网友 我把这个事情跟他探讨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这话说出来 可能会得罪90后 但是呢 我觉得啊 中言逆耳 利于行 当别人的声音是实话实说的时候 你不应该当成一种得罪 我们应该还是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网友说呢 是因为90后的这一批熊孩子当家长了 我说为什么这样说 他说你看我们以前啊 他是个80后 他说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 如果在学校被老师打了 那回来还要被家长混合双打 我们说什么了吗 我们就有很强的承受能力 现在呢 那90后 在什么快乐教育 什么保护孩子尊严 这些这种主要是西方飘来的这些观念的洗脑下 那跟我们的家长不一样 家长对我们混合双打 现在呢 你要是敢说老师批评了你孩子 那很多家长是冲进教室 直接删老师 大家想一想 这整个的尊师重道的传统都被颠覆了 咱们说这个如果要把一个孩子教好 这个尊师重道 这个首先这个传统就不能丢 就作为学生 你必须得扶老师 如果你根本就不扶老师 觉得老师说什么我都不怕 你敢批评我回去告我妈 告我爸 我爸来了删你 你说在这样环境下 长大的这孩子能不脆弱 他能懂道理吗 他都不懂道理 还说保护自尊 你说一个都不懂道理的人 心里承受能力极差的人 能有什么自尊呢 要知道啊 这个自尊首先来源于 你也得懂得就是 尊重老师 尊老爱幼 这些道理你懂了 你懂得尊重别人 别人才会尊重你 你讲道理 你的内心强大 你才是一个有自尊的人 自尊绝对不是说 这种独生子女的一代啊 就是所有的事情就以你为中心 天下你最大 谁也不敢惹你 哪怕是一种正常的管教 正常的批评 都不允许 我反正是见到有很多这样的家长 就是他对自己的孩子 走两个极端 一方面就是自己极其的溺爱 在物质上极其的溺爱 然后呢 希望社会 学校 老师对他的孩子啊 都是像那个对祖宗一样宠着 要给他孩子以优先权 你不宠他 就是在虐待他 你如果给他了一个批评 那你就是在伤害他的自尊 但是他自己呢 又走另一个极端 对自己的孩子抱一非常大的期望 就自己非常虚荣 非常好面子 觉得他家的基因 好像是世界上最好的 别人孩子上985了 我家孩子也得上 别人家出了一个这个名校的高材生 我家也要出 他呢 也不照照镜子 也不看看自己是啥样 自己是不是都那么出色 自己基因是什么样 反正他就要跟别人比 你说你跟别人比嘛 那你也可以比别的呀 他专门比成功 比那个面子 你咋不跟别人比 说你身心健康啊 你咋不跟别人比 说你非常有正义 非常有良知啊 这些不比啊 他专门就是比那种 功利性的 成功学上的东西 别人有的我也要有 那别人长得跟天仙似的 你也要有 那你得回炉重造呀 那别人生下来这个智商180 你智商就只有90 你也要有 那怎么有嘛 有很多时候啊 你还要看实际情况 对不对 我见到有些家长 就是的 他的孩子 换了很多班 转了很多学 都不满意 他也从来不反思 是不是自己这个 在家庭教育的 这个教育理念出了问题 他永远就是找老师的茬 学校的茬 社会的茬 说 这个是你们对我的孩子不好 导致我的孩子无法融入 这个学校生活 无法融入班级 你看 你就是没有对我的孩子 进行重点关照 你伤我孩子自尊了 然后这个江苏网友还说了 说呢 现在呀 最可怕的是教育部 也被很多熊家长绑架了 就听他们的 现在很多地方啊 小学不允许考试 就算是考试了 也不允许公布分数 不允许公布排名 他说这不是搞笑吗 你上学不准考试 公布一下排名 就是伤自尊了 那你就别上学了 你还上学干什么 就是搞得我们的 祖国的花朵 没有任何的承受能力 就不是个正常人了 知道吗 就有这么脆弱吗 你如果上学 连成绩都不能面对 连排名都不能面对 那我们 以后的中华崛起 靠什么 靠心里这么脆弱的 被家长捧着 被老师惯着 是非不分 没有任何承受能力的 这么娘们积极的 一批人 一代人 来跟世界竞争吗 来实现我们中华之崛起吗 就以前 周总理说过一句话 周总理在17岁求学的时候 就说过一句话 就是我们要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一个有志向的青年 他必须要有这种 宏大的信仰和信念 要有家国情怀的 你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你还不能够承受一点批评吗 就你把你的孩子保护的再好 你说我把它捧到手心里 我永远不知道大自然 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我只允许我的孩子 享受春暖花开的季节 那你说你的孩子 是不是早晚有一天 他得走向社会呢 他走向社会 他是不是懵逼了 哟嘿 怎么的 我家都是四季如春 怎么这社会上 他还有四季变化呀 咋的夏天还有太阳啊 冬天还下雪呀 这冷得我直哆嗦呀 这不行这不行 这太伤我自尊了 这太伤我尊严了 在社会上 你们也不让着我了 那怎么行 你们要谁敢批评我一句 我就不活了 就这种是一个 不健康的教育方式 就这对孩子来说是 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们真的应该反思一下 为什么总是在新闻上看了 大家就感叹一番 但是我们现实情况没有变好 对不对 那我们每个人首先从 自己的这个自身 这种观念 教育方式开始反思 然后从我们的家庭教育开始反思 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也是孩子人生的第一责任人 家庭呢 它是社会最小的完整的一个结构 一个单位 对吧 然后我们才能够在一起探讨 同时探讨这个我们的教育的环境 这个大环境 就像说的你只有每个人变好了 你整个大环境才能变好 如果你每个人的理念都是偏颇的 对孩子的教育 就是每个人都是唯我独尊 或者是对孩子施予了非常极端的 不切实际的这种期望跟压力 那你说每个人都不好了 他整个社会 整个教育 他就不可能好 最后呢 他反噬的就是每个个体 给很多家庭带来灾难性的这种打击 甚至你都猝不及防 因为你平时的教育都是错的 你又怎么知道哪一天 孩子不按照你这个错误的教育 选择了一个错误的举动呢 对不对 很多时候你教育这个东西 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啊 你不防危杜见的话 你想去亡羊补牢 有时候都没有机会了 真的 我希望我们 真的 我真诚的希望 我们每一个就是家长 都要做有智慧的家长 要做讲道理的家长 首先我们要先要求自己 我不是跟大家分享好物吗 连续几期就没有分享了 你看我喝的是那个黑咖啡 这个咖啡非常的好 如果有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啊 可以到我的橱窗去看一下 他这个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 他里边呢 都是独立包装的这种黑咖啡 对身体健康是非常好的 因为黑咖啡是没有糖的啊 喝一点对这个精神啊 对于这个体内有时候浮肿嘛 你排泄一下都是很好的 然后如果你喜欢喝拿铁的 就直接加这个纯牛奶 我这个纯牛奶这个品牌 在我的橱窗里也有 叫任养一头牛啊 我平时就是因为我喜欢喝咖啡 我不喜欢喝牛奶 但是呢我为了补钙 为了补充营养 我会把牛奶加到咖啡里 这样呢我每天我都会喝上一到两杯 这个就是一小条的咖啡啊 就可以冲挺多的 如果怕苦的呢 你就把水多加一点 还可以加一点糖 加点奶 这样就一点都不苦了 很香的 好不好 我真心的希望 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了 真的我想到三个鲜活的小生命 就这么消失了 他们还搞不清楚什么是人生 还没有享受人生的美好 就稀里糊涂的 一想到高考要来了 一想到明天的这个学习的压力 想到父母的期望 或者是父母会对他的批评 他就跳楼了 或者是有的是不是想到 跟同学相处不愉快 还是说早恋了 反正你不管是什么 这都不是我们这么懦弱 这么脆弱的理由啊 如果我们的孩子都这么 养得这么懦弱 这不是在保护他们的自尊 这是在扼杀他们 哦 我讲了这么多 我真的希望有很多家长 能够醍醐灌顶 如果还有听不明白的 可以私信输入大表姐 获取我的联系方式 跟我一对一的交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我的粉丝们 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 非常感谢你们每天 跟我在这里 共同探讨一些话题 谢谢你们